自学者刘宾夫,2004年在中国城市走向中提出,提补大三角经济圈概念,以及15个年头,如今,新三角经济圈日趋成熟,有望成为机场三角、珠三角、环补海后,中国第四大经济增长级,闪穿玉帆的在推动新三角经济圈协同发展,深化观众,成于经济圈联动共赢, 在能源金融、服务贸易等领域,产业合作不断加深,西三角区域开放合作交流机制正日趋完善,2017年,墙三角、珠三角、环博海及西三角的GDP同比增长率分别为7.23%,7.05%,5.72%和8.37%,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, 高于西三角的城市群,西三角区域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制度,西三角谁将是龙头,科技与人才将决定你能走多远,多快。 西三角高校分布情况,高等教育普通文,专科学生术,普通高校研究生术, 在高校数量上四川最多达到109所,比陕西多12所,远远高于重庆,但比较本科院校和部署院校数量就会发现,陕西比四川还多四所,证明陕西高校的质量最好。 重庆,无论在部署院校,本科院校还是高职类院校与四川,陕西都相差太远,提升的空间很大。 本科在校人数排名,依此是四川、陕西、重庆,陕西本科高校比四川还多四所, 但是在校人数却比四川少了接近两万,不知道是四川的高校太大,还是陕西高校规模太小。 在校博士生数量陕西遥遥领先,比第二名四川多出将近五千人,更是重庆的三倍多,不愧为高校大省、科技大省。 从高校的数量、质量、培养人才的数量看,四川与陕西差不多,陕西的高校质量与人才质量更高一点。 重庆直辖较晚,在科教学历上相差太远,但现在交通与信息高度发展,培养出人才关键还是要留得住,各地人才政策和经济政策,将是现有科教排名的变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